《文化风情》 亦都珍切地感受着这个古养依旧的世界文化遗产地 所带给我们的关于过去、现在 和未来的种种深刻的反思 这个地方可能是刚刚才粉刷的吧 我看你原来的版画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都是一些残阔的 可惜啊 那么它如果把这个弄完整了以后呢 这个残阔跟它很不失调 这种修旧如旧实际上是一个艺术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 差一个石灰 就决定 什么人都可以决定来怎么修的 就像我到那个意大利的罗马 看到他们那个就是罗马骑士 他们那个断圆残壁在地上 支撑的那个钢管都整个生锈了 我相信那都不是哪一任的什么种毒 或者是以后什么人支撑的钢架 现在人都不敢动那个钢架 就全是秀的钢架 就谁都不敢动的 就是我觉得最起码西方人 他们对历史对文物有一种敬畏之情 我们缺少这种敬畏之情 我觉得就可以这样 就没有经过艺术家文物专家的一个肯定 就可以用石灰把它护起来了 无知者胆大妄为 它对过去的传统没有敬畏的感觉 这个门没有了 原来是有个木门 我最初画它的时候是一个木门 当然木门是很破烂的木门 完全可以从别的地方买一个木门 拿过来装上去就可以了 可是他们就简单地用砖头砌起来 就封上它 就封上它 另外这些砖雕由于是在背像 我当初画它的时候都是完整的 由于背像就被人偷掉了 你可以看很明显地看 从上面生硬地把那些砖雕取下来的痕迹 所以这一个 我把它用到我板画里的 这一个残破的门 可以是在西地村 比任何完整的门都美 就好像我们说 维纳斯它没有两个臂膀 它是很美的 可是大家就不停地去不爱护它 如果把它像维纳斯一样爱护 一百年以后 可是不得了的一个艺术品 它是艺术品 既然是艺术品 它的每一块残破的地方 都是它的美的存在 不可以动它的 可是都动了 很可惜 这两个字呢 到底是在西地的榨调的排放上下来的呢 西地真正两个字在这里出来 还是从哪儿下来的就不知道了 就是反正从我认识西地 从二十年前就搁在这儿 二十多年前就搁在这儿 另外这个建筑呢 它这个漏窗 这个漏窗在这个 灰派建筑里面这么大的漏窗也是很少见的 这上面两个字是西元两个字 西元 西元两个字 然后我们走到这里 我们会看到两个雕刻金瓶 这个雕刻就是石雕 这是石雕 在灰派雕刻里面 石雕的金瓶 顶级作品 所有的经典的介绍 介绍灰派雕刻的 这两件作品 这是一个松树 那边是梅花和竹子 就是松树梅 叫碎寒三流 这个雕刻也是 至今美械 可以是在灰派石雕里面 这个叫漏窗 通透的漏开的窗 已经是登峰造机的作品 就是没有人能够再超过它这个 这个艺术创造的 已经是经典作品 殷老师这张版画 也是属于西立春系列 这是第二十三 三十八章当中的一张了 就整个构图 你看其实蛮有现代 审美意识的 这个实际上 我当时就有点 想把它做成一个 哥特式建筑的一张 就像一个教堂那样的 对对对 非常的崇高 就是我当时就对这个 民居的这种美的一种感受 其实我在里面很矛盾 我又对这个 民居的这个社会意义 又有许多思考 但是民居本身的 因为它的线条 起伏低档 特别的美 我又赞颂这种美 实际上我是赞颂这种 中国的这种建筑的 一种美感 像这些房顶 我都种了变形处理 这都像平行式变形 对 我觉得这样一个坡顶 这样一个坡顶 这样一个很流畅 感觉很舒服 因为这个黑色 它称了以后 就会显出这个光的感觉 好像有一束光照在上面 这种崇高感呢 也被那个导演感觉到了 所以当那个《徽宗理论》 结束的时候 就是这幅画 从上面一直挂下来 然后演员 他这幅画成了这个戏剧的一个幕布 所以有一个人问我 他说 听说用你的版画 做了一个戏剧 他说我看了两遍 我没看到你的画 我说这就对了 如果看到我的画 它就不是戏剧作品 我这个人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 我觉得跟我的艺术处 主线发生关系 我就会去做 如果不发生关系 给我再多的钱 我也不会做 我是要为艺术而做的 就是因为包括 跟我的文化观念 要发生关系 现在也有 因为有一定的知名度 很多人总觉得 我什么都能做 其实我不是什么都能做的 比方说五湖古城 我就能做 因为它 你熟悉的 因为它又是灰派名剧 因为灰山就是从五湖 灰山走出安徽 就是一条线 是从浙江杭州那边 一条线就是走五湖 那么它就是一个 灰文化的一个 发生年代有关系的 另外它也能在这个策划里面 去体现我的 所谓传统和当代的一个融合 一个碰撞 一个融合 都能体现我的文化观念 我才会去做 就是比方说 我在接受一个 比方说我做大兼职 那万科第五元 让我做大兼职 我首先去看了一下 它的第五元 我觉得第五元 用灰派名剧做的 那个王石呢 他就是从安徽 买了一个古房子 放在这个地产的中间 我觉得这就是个装置 我要利用它 我觉得它这是一个行为艺术 它自己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是个行为艺术 是不是 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有意思 那么我就在这个地产的外面 用我的这个碱子 又建了一个房子 碱子房 那么这个碱子房呢 它语义了这个 人类的这个居住行为的 一个变迁 当一个艺术家 对这个艺术 对这一种行为 太熟悉的时候 就应该停止了 所以涉及到你 比方对西地村 对灰派建筑 对这种传统的民居 你太熟悉的时候 有这样可以靠着吃一辈子的饭 我会做惠州系列 玩了比方平遥系列 玩了州庄系列 可是你没有选择这样的道理 因为这个 如果我要做的话 就是因为我的这个风格 已经形成了 你得心应手 就是 躺在家里数钱就行了 对这就是我的一个风格 就是这种黑块直线 还有这种激离 留白 那么用这种风格去 可以去做各种画 做平遥古城也可以 甚至做窑洞什么 都可以做得很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我做它干嘛 因为我做这个西地村 它是和我的人生经历 和我的整个文化传 文化的一个影响 甚至和我的血型 甚至和我这一种江南的一种 一种人的一种精致 或者是清秀 或者是种种 它都是一个很一致的东西 我觉得艺术家有两种 一种是就是 他是以这个艺术 作为他的职业 就是他就换饭吃的一种手段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艺术家呢 他是以艺术为他的一个生命的 就是生存状态 所以当年陈一飞在世的时候呢 我就出席他那个 就是他回国的地狱人展 因为那时候我做广东艺术界的主编 我们用他做封面 当时我就首选 就做了陈一飞的这个封面人物 他回国的第一个展 在上海博物馆 他就请我回去 当时有一个记者就觉得特有意思 一个是从西地村待了八年出来的 一个是从美国的 是不是你们两个做个访谈 于是我们俩就谈了 当时那个记者问了一个问题 很有意思 他说你觉得美术史会不会记载 就是问陈一飞 因为回答的也很好 他说美术史是一部书 他说古代的时候记载的人很少 就近代就是近朝 只记了一个顾凯之 到了唐代多了两个 以前人画画都不留名的嘛 因为没有办法 就是传不下来 那个画留不下来 所以他就没有画家记载 然后到了唐代多了一点名 他到明代更多了 到清代最多 镇板桥一大堆 他说这个历史书还要加厚的 再过了五百年以后 可能清代只剩下了唐伯虎和某镇板桥 他说我觉得我能不能够在美术史上留名 我觉得不可能 但是我的回答就跟他又不一样了 因为我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一个艺术家能够以绘画为职业 是他最大的幸福 有的人想画画他要去做医生 没错 有的人想画画他可能要去干什么 他绝对不想干的事情 而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或者以画画为生 现在画画就是我的生活的一个存在 我已经很幸福了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每天能画画就是最开心的事情 无论是应天齐老师创作的版画 西底村系列 或是画女乡村 朴质迷人的景色 都是同样令人向往 下星期的节目 我们将会继续深入到安徽医院西底村的 胡氏宗池 和宏村的承治堂 去追寻礼堂后裔 崇文尚义的历史渊源 并且还带大家欣赏 当地盛大而隆重的祭祖仪式 和抛售球等传统习俗 千万别错过